如果你本身有在参与LOT的项目 配合使用Vector Reserv 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你们的收益率 让我们手上的以太坊越来越多 迎接不久后的牛市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Channel的节目 我是CH 昨天是大年初五 也是银财神的日子 我们社群的老朋友应该大多数 又可以获得一份空投 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 TalkChannel做了好几期视频 讲解了StarNet空投的交互方式 除了给各位介绍StarNet的生态 还用相对较低的成本 带着大家手把手交互了 如果你之前有和我们一起完成任务 记得去StarNet的官网检查自己的地址 是否有资格获得空投 门槛个人觉得不算特别高 交互的数量至少五次 钱包余额至少要有0.0051 要保持三个月的月火 大家可以去官网检查 我也把链接放在底下 只需要输入钱包地址就可以了 现在有很多钓鱼网站 记得此时此刻还不能领取空投 需要等待到2月20日的时候 才可以在官方网站这里领取 记得提防诈骗信息 不要胡乱签名 更不要把私钥随便的交出去 这一次的女巫审查似乎更加严格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之后再出一期视频 告诉各位入空投的注意事项 如何避免被判定为女巫 如果TalkChain曾经的视频帮助过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汽友 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起区块链行业 目前以太坊最强的叙事是 IgonLayer引领的LT叙事 带来很多的生态项目 由于这个赛道的天花板非常的高 所以里头运含的机会也有很多 从以太坊转向POS机制之后 行业诞生了LST的赛道 近期又诞生了LT的赛道 一层接一层的乐高跌上去 下一步会诞生的产品是什么 什么类型的项目能够承接起 LT叙事下庞大的流动性 看完这期视频 大家应该心里会有答案 今天要介绍的项目叫做Vector Reserve 无论是代笔经济 还是产品的应用场景都很有意思 这个项目号称是第一个LPD Liquidity Position Derivative的产品 他们有自己的包装以太币 叫做V-Ethereum 每每V-Ethereum的背后 都是由LT或者以太币来组成 比如说Etherefi的E-Ethereum 还有Lido的ST-Ethereum Puffer的PUF-Ethereum 这里可以看得见 目前Vector Reserve 已经吸引到3000多枚Ethereum 存入他们的平台 目前看起来不算特别多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用户愿意存款进去的原因 大家可以点击V-Ethereum的这个界面来查看 你把你的LT代币存进去之后 可以换成V-Ethereum 之后通过质押可以拿到 大约90%左右的年化回报 很多用户就悬思 拿着LT代币放着不用也没有用处 倒不如直接存入Vector里头 可以拿到额外90%多的年化回报 非常的香 目前一枚SV-Ethereum 就是质押的V-Ethereum的代币 可以换为1.079枚V-Ethereum 其中的溢价就是利润 要注意哈 min了V-Ethereum之后 如果后悔了 只可以去市场当中 换回你的以太币或者LT代币 目前市场的流动性 其实也不少了 在Curve上面就有400多万了 平台之所以没有开放 用户自由的按Stake和Redeem 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套利的盈利模式 待会会说 他们的平台代币叫做VEC 如果你要获得他们的平台代币 也可以把自己的以太币 组合成这几个形式的LP 然后购买折价的债券 比如你可以投入V-Ethereum 和W-S-T-Ethereum的LP代币 用这个LP代币来购买债券 你可以用比市价便宜的价格 拿到他们的平台代币VEC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到市场当中 直接的购买VEC代币 但是就没有用折价价格 没有更便宜了 目前VEC的年化回报也很高 大约有200%左右 但是这里要注意哈 这个收益率并不是Reyo的收益率 而是DeFi 2.017和获得33模式 不断的蒸发VEC的代币 分发给原有的代币持有者 昨天的时候 他们刚发布了一篇文章 说明之后会给VEC代币持有者 更多Reyo的负能 比如说 V-Ethereum金库当中的20%的收益 会给到VEC的质押者 换人言之 之后你拿着VEC的代币 你去质押 还可以拿到AgerLayer cap到Renzo Puffer的空头 以及LRT他们的20%的收益率 视频的最后 我会整理具体的参与方式 我们先争取完全了解 这个复杂的平台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Vector Reserve的商业逻辑 究竟这个平台要用户 存入LRT代币进去 要做什么 如何创造价值 盈利能力怎么样 V-Ethereum背后有很多的LRT代币 并且这些以太坊的LRT代币 相互会组合成为LP 相当于你拿着V-Ethereum 可以获得以太坊的涨幅 原有的LRT空头的积分 而且还可以额外获得LRT的收益 这是收益的大头 并且Vector Reserve的另外一个重要创新 是他们Super Fruit Staking on Eigenlayer 日后可以在Eigenlayer上面 存入LRT的代币资产 更高效利用和灵活的利用资金 提高资金的效率 这里甚至有写 日后如果V-Ethereum脱购到一定程度 他们有一套搬赚套利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从国库取汇以太币 然后取市场回购 保持V-Ethereum和Ethereum的汇率 虽然短期可能会降低他们的TVL 但是这一套方案 可以保证V-Ethereum的汇率 让社群更加有信心 并且其中的差价会成为项目的额外收入 比如说脱购了5% 这5%就是平台的利润 但是这个功能的大前提 是需要平台支持的LRT项目方 开放Unstake的功能 等大部分项目方都开放之后 这一套稳定汇率的机制 才会更加完善 这个平台的税收盈利能力相当恐怖 如果你要购买他们的平台代币VEC 你需要支付3%的买卖税 凭借这个税收 他们已经获得将近800枚以太币的收入 相当于200多万美金 税收分成四等份 分别给VEC的储备金 VEDRM的质押奖励 国库 还有VEC和VEDRM的MM奖励 这也是VEDRM 质押收益这么高的主要原因 90多%的年化回报 是因为可以分享到 这个部分的税收收入 昨天项目方发了一篇文章 目前平台只在第二个阶段 之后会开启第三个阶段 也是Vector Reserve 真正对行业产生实际影响的阶段 他们会开设V的代币经济 之后锁定VEC的代币 可以获得V的Doken 获得治理权 治理权可以投票决定收益率 比如说 存入Lido的LT可以获得100%的APR 而存入Puffer的LT可以获得200%的APR 这就是贿赂市场的玩法 目前LT赛道有很多的项目方 他们要互相竞争 就需要给Vector Reserve进行贿赂 贿赂的越多 Vector Reserve就会提高越多他们的APR 而APR越多就会吸引到用户 往他们的赤字投入以太币 所以平台的收益来源 又会增加一大项 之后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这个路线图的进展 非常重要 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得 有一点一头雾水了 我再整理一下 大家可以怎么操作 Vector Reserve对于用户而言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LT代币 增加多90%的收益率 代价是 我们存LT代币进去之后 我们需要让度出20%的利润 包括LT的收益率 还有空头20%的分数 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可以拿到额外 多90多%APR的收益率 如果你们觉得 只当可以把你们的LT代币 换了存进去 获得VDRAM 这些LT代币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LT代币 又想参与的话 可以来到这个背后 投资者有币安的Puffer平台 质押以太币 获得Puffer的EDAM 在存进去Vector Reserve当中 大家要小心钓鱼网站 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除了这一套方案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到市场 直接购买VDRAM 大家可以看 存LT代币 或者直接去二级市场 买VDRAM 哪一个的汇率会更加美 你们就选择哪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 其实这个平台也很适合你 如果你不知道 该怎么选择LT的产品 毕竟现在LT的产品太多了 你怕选了一个项目 把很多的以太币存进去 结果这个项目爆雷了 自己一无所有 你这时候选择VDRAM 就比较好 因为它背后是由不同的LT组成 其中一个爆雷的影响 也不会很大 拿着高收益率的同时 而且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平台爆雷 当然Vector Reserve这个平台 如果自己爆雷的话 依旧会影响到自己的资产安全 他们目前经过了审计 审计报告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 点进去阅读 区块链只有取舍 没有绝对安全 平台有两个代币 一个是VDRAM 目前的收益率是90% 而另外一个是VEC 目前的收益率200% 如果你对VEC代币感兴趣 我有几点要提醒哈 这是一个rebest的代币 没有总量限制的代币 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蒸发 如果你有拿着200%的收益率 你可以获得通胀奖励 否则 如果你只是持币 没有去领利息的话 你会在暗地里承受通胀的损失 其实VEC代币 乃至整个Vector Reserve的代币经济 都采用Ohm的那套33模式 首先 收益率蛮高的 但是不至于像Ohm那样 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通胀的速度不会特别快 Ohm当年的收益率 是上万百分比 很夸张 另外和Ohm一样 它没有债券的模式 刚刚说了 你可以给国库提供这几个LP的资产 来获得折价的VEC代币 但是为了避免大家拿到折扣价格之后 立刻去抛售套利 它没有7天的锁仓期 也就是说呢 你存入LP资产进去之后 要等到7天 才可以获得VEC的代币 你才可以去到市场抛售 如果VEC代币价格上涨 或者保持不变 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套利 只要这个折扣幅度足够大 比买卖税率还高 我们每7天就可以套利一次 但是如果价格跌了 我们就会亏损 这就是33的玩法 其实这套玩法 在牛市非常适合 我不确定 现在有没有完全进入牛市的状态 如果顺利 这套代币经济 能够启动一个飞轮的效应 怎么说呢 首先VEDRM的流动性辞职越大 我们存款的人 就不怕没有退场的机制 我们可以随时存1进去 随时出来 所以流动性辞职越大 平台的锁仓量也会越大 平台基本面变好之后 VEC代币的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而BOM债券的折价 就会更加的诱人 因此就会吸引到更多人 来存入LP代币 增大平台的流动性 进一步提高平台的基本面 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应该会诞生 越来越多Veter Reserve的产品 这个产品至少解决了两个痛点 第一 用户拿着LT代币 不知道要去哪里赚取更高的收益率 Veter Reserve可以满足 第二 LT项目方日后可以用贿赂的方法 低成本和竞争对手 争夺用户的TVL Veter Reserve 会提供一个平台 给大家来竞争和贿赂 当然这个项目还很早期 风险不小 如果你不懂 千万不要碰 今天的视频完全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我们看见DeFi当中 一个很有趣的缝合块 整合了LT Ohm的33模式 V1的汇入市场 觉得很复杂 但是很有意思 所以分享给各位 希望这期视频 有把这个项目 整理清楚给各位 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